大家好,歡迎來到新一集的《線長談》 今天請到嘉賓,是民主黨的主席,羅傑熙 羅傑熙,多謝你來 如果用風雨飄搖來形容 民主黨可能是輕描淡社,淡化了 正在打濕級風 今天找羅傑熙,想說一下民主黨區議員 忘記了一些事情,另外整個黨 現在香港的大時代、新時代、不知是甚麼年代 還有多少從政的空間 先說一下你辭職 因為我們之前聊天,羅傑熙在區域 萬多人來東村,都耕運了超過10年 這一屆也是做了南區區議會的主席 最近還是決定辭職 我看報導,其實也有些掙扎 中間都遲不遲不遲不遲 似乎都想了一輪 我相信不會是眨眼 應該會考慮一些很具體的因素 可以說一下掙扎的心路歷程 最終為何最後決定是辭職 我想一開始時,我跟很多區議員同事都是一樣的 你說我們是不合某些資格 其實對我來說是很難以想像的 第一,2019年是經你的制度 是經你的同意,你的批准 成為了候選人,並且贏得選舉 然後是沒有任何法庭的挑戰 說我的當選是有甚麼問題 所以你突然在兩年之後立了一條新的法例 你就說2019年的宣誓有問題 是不符合規格的 其實這件事本身已經是匪夷所思的事 然後我們還要再追回那一年半的新金和津貼 下了區做了事,開了辦公室 請了人的津貼,要全部追回 其實是完全在我們所理解的普通法制度 或者在香港的商業城市的模式下 其實這件事是很嚇人聽聞的 所以那一刻就覺得有甚麼理由 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亦都會覺得沒理由你嚇一嚇我,我就會走 這種心態是很強烈的 所以第一刻,我自己必須說 第一刻,我打算撐住了 撐住了,撐住了 看看之後怎樣 你真的要動就動就動 你要追就追 這是一個這樣的心態 但同一時間後,大家會再想另一邊 他是不是真的要追,又要破產 是否要搞很多他會追你錢的程序 有些什麼守備 當這個面向出現了的時候 你就會去想想,我值不值得和他花這些時間 去做些什麼 大家都明白,如果他說 我當他說你繼續留下 他不邀請你宣誓也好 或者他是准你宣誓 邀請你宣誓 但是他到時候說你的宣誓是不合規格也好 他都可以追回你錢 他說自己 雖然我們相信在法庭上 是不可能追到的 但是你知道政府現在是他要做的 是否都可以先告你 林卓廷都可以被人告721暴動 所以大家都明白 中間的司法程序是會很磨人的 而亦都會令到你的人很煩 甚至可能你就算打官司和他打也好 你都可能要付錢 自己要處理律師費 你就會去想一下 究竟值不值得呢 然後你又再想一下 如果我留下或者我離開 究竟對於自己未來的工作 對於區域有什麼不同 有什麼好有什麼不好 你再衡量完之後 其實就慢慢又有些不同的取態 有些不同的傾向 就像我自己一樣 因為其實我是比較早 我已經預計了這一屆 都是很艱難的 隨時會 不論是DQ也好 不論是辭職也好 我自己也有另一宗刑事在身上 不論是另一宗刑事也好 總是有某些原因可能是令我做不完整屆 所以我比較早就已經開始規劃定 有什麼工作可能是沒有位置底下 我是要去做的 我在沒有了區議員的職位之後 有什麼我可以繼續去做呢 我就比較早已經規劃了 也都是一早已經下定決心 我無論我有沒有位置都好 我是會繼續在這個區裏面 這個地方 即利東村這個地方 我是2006年 但我畢業已經在這裡 然後我一直做了15年 做到現在 其實我對這個區是很有貴屬感 對居民的感情很深厚 所以無論我是什麼崗位也好 我不太想像到自己會有一天 跟我的區完全切割開 以後就不再回去 是不可能 就算有一天我退休了60歲 可能我也會來不中回去 跟當時還認得我的人 打招呼和聊聊天 所以那個情感是很強烈 在一個區裏面 所以我一早已經下定了決心 我無論怎樣 我死也要死定 我一定要留在一個區裏面 繼續開辦公室 繼續服務街坊 我相信這一部份 是令到我在做決定的時間 在最後我要選擇 究竟我辭職還是留下的時候 這一部份是對我的影響比較大 我希望自己有一個比較確定的身份 究竟我是用區議員的身份去復勞 還是用一個不是區議員的身份去服務 我希望我確定這個身份 就是去繼續進行自己的事情 如果不是的話 如果我不離開的話 繼續留在這裏的話 剛才說的那些 就是要不要邀請你宣誓 宣誓批不批准 批准完我當你繼續在這裏做到了 會不會下一次又有其他新的事 又說你又有可能會影響你的資格 其實是很多很多不確定 我覺得與其是這麼不確定的話 我就不如撇脫一些 我就直接些將我之前已經想過的一些計劃 然後就退出去做 就自己離開了 我想那個不確定 或者你剛才說到 可能會拖你很久 很煩 用錢一樣東西 但是去到尾 那個對錯問題 就是原則問題 那現在的決定會不會真的在現實下 都對一些原則對錯 其實都沒有辦法 都要含糊化了 或者是 我覺得在原則問題上 其實我是相信或是確信自己在對錯問題上 我是沒有錯的 你叫我多說一萬次也好 我不覺得現在的47人被人拉進去 或者有一堆人還在那裏 是不合理的事 搞初選 這麼多年以來大家都一直搞的 你說到顛覆國家政權 對我來說也是一件很非而阻止的事 所以在對錯問題上 由47人案本身對我來說 已經是一件不應該發生的事 然後逐個用47人案 再數想一大多人的話 其實我覺得是不合理的 你問我們的話 民主黨的黨官就更加很清楚 從來我們都不是搞港獨的政黨 從來我們都是說一國兩制 說了很多年 不過我們那一國兩制 跟他現在說的可能很不同 我是覺得我們說的那一國兩制 其實跟以前特區政府說的 其實是很一致的 很接近的 現在是這兩年 他突然間好像他的說法不同了 然後官員要重新學習過了 就突然變成我們那一國兩制 好像不對了 但是演繹的問題 我們從來都不是說要做什麼 所以你要說我們是一班 危害國家安全 或者有機會危害國家安全 是不符合這個效忠香港特别人政區 以及不符合這個擁護基本法 我覺得是不可能的 絕對擁護基本法 我絕對相信基本法對香港市民的保障 是更加應該高調地拿出來說 但是現在社會不同了 他有機會用他的方法去演繹 我會說的是 究竟是否我們在每一個位置都會跟他硬碰 當然這是要很小心的 這次你縮了下一次又怎樣呢 我覺得這一定要提醒自己 就是有一些位置 你這次可能不是很強烈地去 說我站在這裏就寫就寫一下 你作為一個主席 你作為一個主席的考慮 會不會當時也會有這些考慮 就是你的主席 現在還有些人會想要死就死 死得光一點點 但是你作為主席 你出來辭職的話 會不會有這樣的擔心 其實在這個討論或思考過程中 這一直都在我的思考中 你作為主席 是否有些事情是要頂上他 無論如何 不論你自己怎樣想也好 都是要頂上他 這個是在思考中 我會形容這次是很 對我來說是很拖納的 有幾塊東西 大家無法互相調和 最後你還是要做決定 例如主席 理論上有些期望 你應該怎樣留到最尾 我覺得是合理的 說真的有這些期望 但同一時間 我亦都有另外一些 例如居民 我對於各區的服務 亦都是一些我很重視的東西 對我來說也是很重要的東西 這次在這件事情裏面 兩件事會做的決定是不同的 然後我就要去做取捨 我覺得這對我來說是很困難 在我辭職的時候 我亦都跟一些黨友 我都希望他們理解我 我發了一個訊息給他們的時間 我都是說我做了一個決定 都是十分之艱難 有很多反覆 但是最後做了一個決定的時候 都希望黨友諒解我的決定 因為所有人都在做一個很困難的抉擇 人大通過了選舉法之後 民主黨內部談 然後諮詢 然後去到9月才決定 但是如果看回這次 比如說面對區議員遲不遲的問題 其實都是考慮同樣類 成績的問題 都是一個原則和一個現實的問題 會不會你這次已經經過了這樣的思考過程 其實對於下去 其實是否決定繼續參加立法會選舉 其實都會是要類似面對同樣的一個決策 究竟是現實還是原則的問題 我覺得面對選舉制度 其實有幾個層面都是會思考的 我自己的 第一個層面當然是 究竟這個制度下 大家是否有空間去繼續參與 第二個層面就是 究竟你去參與的時間 你實際可以發揮到的東西又有多少 你進入了這個位置 究竟你還有多少地方 你覺得自己是可以做到一些什麼工作 第三個層面 我想就是究竟我們的支持者是一些什麼想法 如果我去完整個決定 所有支持者都會跟他說 我們是完全不同意這個決定 然後離開或離棄民主黨 或者甚至我們的黨有自己 你做完這個決定之後 原來有一半人退黨了 那你就很嚴重 這個政黨也很嚴重 所以我想其實我們去考慮的時間 其實都仍然是這幾個範疇去想 當然選舉制度本身是令到大家參與的時間 多了很多限制 令到大家要得到 基本上你是要得到北京的祝福 你才可以進入閘 這個是基本之道的 但是是否已經決定了 或者是否已經說定 因為今次的事件宣誓這件事 或者辭職這件事 就令到我們的決定是已經又再清晰了 我覺得沒有那麼直接 其實兩邊都可以說 有些人說你們這樣辭職 你都不玩了 大家都對於這個制度是放棄 即直接連議會陣線 議會的陣地 你都不要說立法會 去議會你都不要了 那你是不是還會去立法會 但你一邊有些人會說 其實這群人是為了保存自己的能力 因為你如果今次被DQ 你就五年不能參選 所以今次就是要保護自己 確保你自己有個機會去繼續參選 兩邊都有人說 但是我自己會覺得 我相信我們去做決定的時間 不會很受今次的影響 當然大家情感上是一定會覺得 好像人家又殺下來 又殺多了一陣 之前我們有幾個黨 又被人拘捕了 四十七人案 然後又有幾個又還押 只有一個補充出來 然後又有心哥、仁哥那些都進入去 我懷疑我們接下來 都應該會再有多一兩個 整個氣氛是比較熟殺一點 然後再加上現在這一宗 風聲是說得要令民主黨80個決議 沒有五十多個 好像他不想我玩 是一種情緒 但是我從來都強調 他想不想我玩 跟我參選 或者我們決定是否去試去參選 我覺得是兩碼子的事 他不想我玩是他的問題 如果我覺得我們的參與是有意義的 是可以面對公眾 其實你就照他 他給不給你是他的問題 為什麼我要在乎他給我參選 然後影響我的決定 因為選舉的公平也是很重要的 雖然你剛才提到 第一就是空間 有空間不代表選舉 其實是一個公平的遊戲 公平也是一條很重要的原則 我為什麼會覺得兩方面相關呢 就是說其實DQ區議員都 首先你說過 其實都不是一個公平的 但是你們最後都會考慮一些很現實的問題 最後就是雖然是一個不公平的 但是你們的決定的時候 都會看回一些現實的問題 同樣地會不會就是說 都覺得立法會的選舉是不公平的 但是將來都會有一些其他的考慮 將來都可能會某種形式的參與 我覺得其實我們黨內一直有人 雖然可能公開大家看到 比較多人說不會參選 但是其實一直都有一些黨友 他們在裡面說不同的想法 包括了就是 大家都明白 阿姐說的慾慾論 大家其實都明白 可能都是慾慾論的 但是如果那個位置是可以做到一些實際的工作 是對香港好的話 那那股肉便承認了他 是有黨友 是有一些這樣的想法 我想我們從來都是 我們的Default其實是參選的 大家不會想像民主黨是不參選的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是Default 然後要重新去想過 究竟這次我們會不會去選舉 所以有一些原本我們一直以來 所珍視重視的一些想法 包括上一次說去留的時間 為什麼我們要留下來 那些理據 其實基本上是可以一路沿用下來的 當然現在的困難就是再多了 之前去留都純粹可能說 你可能有三分一 你可能還有一個關鍵的小數位置 這次不會有 議事規則已經改了 然後你再要入閘的 可能他也不讓你入閘 或者你已經多了很多限制 其實你選委 我也不知道有什麼人去選 現在說真的 你也不要說第五屆別 你一二三四屆別 有什麼人可以提名你 其實我現在也有點懷疑 有什麼人會去參選 然後有提名民主派的人 然後你還要申報很多BNO 家人的BNO 任何外國國籍 還有多少人會參選 所以我覺得有一堆 理據在去留的時候 現在可能是沒有那麼強的 我們那時候是堅持應該要留下 現在可能那個力量沒有那麼大 但是我覺得有一些背後的理念 其實都仍然看到就是 無論如何 多小的能量都好 都盡量去守住每一個可以守的陣地 這個就是我們在去留的時候 是一個很重要的想法 而這種想法 我想在我們黨友裡面 也仍然會有 但是當然你去 去驅在問一些 我們這些街坊朋友 我們支持者的話 那些感覺 比上次強烈了 就是覺得你不應該留下 這是真的 因為如果不是 比較去年 其實類似一個 這樣的討論 是不是留在 這個 僭建的 立法會 下去 其實 自從人大通過之後 過去幾個月 你所說的 那些因素 其實都是 越來越惡劣 越來越惡劣 變成了 其實這個 普通平面 會影響到 你們的決定 是嗎 其實一定會 說真的 我 其中一個 我自己比較強烈的感覺到 大家有一個突然再強烈 就是黨內有一個 比較突然再強烈了的 不是很想去的一個時候 是什麼呢 就是當胡志偉想出來奔喪 然後懲教都是要反對 最後要搞到去上法院 拿短時間保釋 其實是 大家會覺得 喂 大哥 劉曉波去奔喪都沒事 中共都批 你香港政府現在搞什麼 你還說想和我們 其實是想和民主派 都是入議會的 那你為什麼要這樣搞我們的前主席呢 其實那個 sentiment 是 那一刻是很強烈的 大家覺得 你這樣搞我們 搞我們的人 然後 當然 現在每一個 這些 event 每一次這些事件 其實我覺得對於黨內的 情緒都會很大影響 所以也是 為什麼我們一直 我一直都說的 就是 我是很希望 起碼不要再惡劣下去 你被人見到香港的情況 你不要再惡劣下去 不要再被人覺得 比如昨天 你那三個保安官員 或者特首他出來說明自己會走路 那樣 連結奉公在香港也是基本的 你不要連這些都沒有 你 你保持著 將這些 我們很重視的底線 你都不停去踩我們的底線 越踩越過 然後無視這些事情的時間 大家 不論是市民也好 或者是黨友也好 他們便會覺得 你沒有了 你還搜什麼 當你有的越來越少 大家覺得要搜的 越來越少的時間 他們便會覺得 你不用了 你沒有了 你進去都沒有用 是會有一種這樣的情況 但是很事與原為 就是這些 對我們來說是一些不好的精重 其實都是持續地發生 這個沒有辦法阻止 但是我相信我們黨友最後 都是會看回 究竟我們如果能進去的話 還有多少空間做事 我相信大家會是 基礎去看 情感是有的 但是我一直都希望黨友 就是我們嘗試 放下一點點情緒 認真想一下 我覺得是對香港也好 對民主黨也好 其實我覺得做決定 是應該這樣做決定 會比較理想 過去幾個月 一直都有些公開的說法 就是一 不是要搞清一色的 二 又會有些風出來 就是說 都想你民主黨出來選 甚至前兩天 你也有些說法 就是有些中間的人 就是說 如果你出來選的話 有些黨友 有部分是在混 或者可能是司法程序 這些其實有幾大的可信性呢 因為司法 照樣都是動力 獨立 其實這些風其實是相當有問題的 就是一種政治交易 人質交易 人質交易 我覺得是 但是我自己 我自己不太相信 這一套想法 一來我覺得 為什麼大家在這個世界 處理人質的問題的時候 盡量都不會交贖金 因為你今次交贖金 可能第二次 它又會保持你 所以我 原則上 這件事本身 對我來說是不宜適合的 第二件事就是 你都要想一下自己 究竟有幾多可信性能力 究竟你去參選的可信性能力 是不是真的大到 它是會覺得值得放人呢 那你都要去想 但是我自己會傾向感覺 就是這一年 我想它 即將政府也好 香港政府也好 都覺得自己其實已經掌握大局 不需要去給你這些優惠 其實你是沒有什麼領袖 那你怎麼會 對我來說 你怎麼會很相信這一套 除非有一天 他真的有個人出來 有名有姓 不是那些 不知自己代表誰 又不知直通天庭 有什麼有什麼 你一個有名有姓的人 說其實我們真的是這樣 你願意參選呢 我們就會放某些人 除非你這樣說明 但是不會的 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 我自己不是很相信那一套 但是當然我覺得 在思考的過程中 有些黨友會覺得 是否有機會做到 是否再渺茫的機會 都想試呢 可能會有的 但是我覺得在黨內 這一套就不是很主流的想法 其實也很實際 也很實際 裡面的人都未必很受這套 所以我覺得這些風聲 其實是傳出來 可能擾亂一下你 讓大家 整理你們黨內的一些不同的情況 但是再去到前一點 是否清一色的問題 我會說早段一點的時間 會聽得比較多 我想到三月底 人大常委過了 那個決議 我想四月可能會聽得比較多 就是說 都不是搞清一色的 都想你參選的 你們盡量參選吧 你們應該有機會的 可以的 比較多這些 但是我想過了一個月之後 已經開始都少聽 即使你去參選的人 也都沒有那種 那麼強烈的意義 我覺得 我自己的感覺就是 他沒有之前那麼意義 去叫你去參選 你參選就參選吧 香港都需要不同的聲音 會有講一下 但是 我覺得 他們可能都 對我來說就是 北京看待現在的情況 就是接下來的立法會 有民主派 就有 bonus 沒有的話 他也不太介意 是這樣的情況 下去始終要想 就是還選不選 但是經過了 其實都還未完 首先你也提到 有 其中一部分黨員 其實都 老中青也有 退的退 或者有部份都不玩 離開政治了 可能還有少部份是離開了香港 其實現在有沒有機會 你真的可以評估一下 即黨其實 經過了這段震盪 還可能下去了一些震盪的話 實際上 黨的力量 其實是剩下多少 我覺得 有沒有計算過 其實會沒有多少會員 會員 我沒有特別數過 但是 我見政府 昨晚 或今早出了一份 辭職區議員的名單 已經宣佈了議席完空 我剛剛數完 我們有50宗已經辭職了 我們有80個區議員 本身 剩下的可能 暫時30個 可能會再 一直有都未頂 我不知道是否是 還未計算下去 但是 我覺得整體而言 力量一定小了 這個我不能否認 資源是會緊絕了 一定的 但是我們 之前一直開的討論會 和區議員集司會的角色 其實我感覺到 大家是 想繼續留在區域裡 做好一些連結居民的工作 去做一些維繫的工作 去做一些保存著 在每一個社區 保存著小小的火種 小小的火苗 那種的心態很強烈 我覺得 在資源上的配合是重要的 就是黨 究竟我們現在這一段時間 我們可以 有多少資源可以落到區 是和前區議員一起 是夾得到 令到他們可以發展到某些 基地 社區網絡 我覺得這個 很會影響到我們之後 整個發展會是怎樣 所以我們這一部分 我們希望可以盡量做 雖然黨員都不是很有錢 都是很緊絕的 但是都希望盡量可以 支援到一些區議員 或者前區議員的地方 就盡量去支援 他們有地區網絡的發展 我們都是和我們一起看看 究竟他們的模特兒 合不合用 或者是否一個適合的一種模式 然後覺得對的 可能就會給多一點資源 甚至乎可能 其他的區 你們又看看 有個區這樣做 你們是否都可以想想 是要做多些內部的維繫工作 但是我 是有信心 我們可以一直持續地 在香港 和香港人一起走這條路 即是運作模式 會是很不同的 會啊 會啊 可以想像到會很不同 以前大家 其實你說它是否一件很壞的事 向好的方面去想 其實未必是 因為以前大家可能各自自己區議員 我有自己那套的實報實銷 那我們的東西就分得很開 即是我是區議員 我又搞定自己的區就算了 其他區的東西我不管 但現在反而資源緊絕了之後 是否會令到大家 要合作的空間要再多些呢 因為你不合作的話 大家一起死 大家各自都搞不起 那會否令到我們地區 我們自己黨友之間的維繫會強了呢 然後一起去做某些區內的工作呢 我覺得這個是保持樂觀的 但是當然都是那句資源 真的少了 這就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那我們就用這個借渣的價錢 煮出這個雞腿的味道 希望可以做到 但是怎樣跟蛇傘餅種這個 去到區有些市民 可能都未必會看 其實有幾大程度看 所謂的黃藍 我覺得都看的 其實我覺得2019年和2015年 就是雨傘或者今次反送中 最大的差異是什麼呢 就是雨傘其實就是吵架收場 就是參與者吵架收場 反送中暫時都未吵架 也有少少 不算很嚴重 也有吵架 也有鬥黃 但是未算很嚴重 而在反送中運動 其實也是建立了一些 所謂黃色經濟圈 其實我自己覺得是有韌力的 你說是否可以做到很大很大 其實暫時未得 雖然我相信以支持民主的人 他們的一些洗錢能量 他們的購物力 應該是比另一邊大的 但是種種原因 都未必發展得很好 但是一些基本維繫 我覺得他們是可以管理到的 而我們也可以留意到 就是就算去到地區也好 即是一些很地區的小店也好 它不是一些很仰眼很黃 然後出名的那些 但是大家如果只要知道它是傾向黃 那我們的支持者就會很傾向 就會去光顧它 這個是幫助到整個運動去延續 幫助到整個氣氛去延續的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即是這個模式是可以保持著一班 即是就算沒有了政府的區議員身份 拿到的一些新進 仍然是可以做到一些在區域裏面做的事 現在都是有待實性 我們剛剛才失業 還未真的可以知道能量有多少 或者其實居民有多支持我們這樣做 雖然我有信心 但是都是有待實性 但是我覺得如果居民不支持我的工作 他們不會三屆都投票給我做議員 究竟這種支持是否可以再化造多一點 就是金錢上的支持 財政上的支持 我們就要看 其實你們陸續都有些已經辭職 包括你 聽回你自己的選民居民的反應 一他們是否支持你們也是要辭職 二是你們辭職 他們會繼續找你幫忙 支持你 甚至如果需要籌款的時候 他們會幫你 這些信息 見到嗎 我覺得居民是十萬分理解 對我們來說 是有些比我意料中 他們的理解是再強了一些 以前大家都知道 居民是這樣的 總是叫你小心點 你們那些位置很危險 你不要經常捐個頭 心想 民主黨主席很難捐個頭 但是他們的理解 就是知道現在的時勢是艱難 而他們這樣追法 亦都是這樣嚇你 或者要移錢去令你屈服 大家是很理解 亦都是他們更加清晰地 很強烈地覺得 當然不要讓他們追 為何要付錢去使用 你拿來用在一個區域 是很強烈的 對於政府的不信任不滿 是很強烈的 亦更加理解了我們 為何要離開 支持我們的街坊 其實會繼續支持我們 我看不到 因為你辭職了 所以他覺得你沒有承擔 然後他就離棄你 起碼在我自己的區域裡沒有 或者可能也因為 我一早在我辭職的同時 我亦都說我會繼續開辦公室 我會繼續在區域裡服務 所以大家其實知道 我離開純粹因為離開的位置 而不是離開區 不是離開社區的服務 所以大家對我沒有很大的 起碼我在區域裡 暫時都沒有聽過人說 為何你要離開 你留下死人和我打過 真的沒有 錢、銀上的支持 其實他們 我一直都有問 我們遲些可能要 靠大家 月捐衛生 每個月幾萬元 燈油火蠟燭 請職員都很多 大家是否幫忙捐錢 現在大家都可以 有待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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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仍會震盪下去 之前用了很多時間 一些年輕一些 在地區 2019年也有些贏得很長 你也相對年輕 比何俊仁、楊森 對整個黨 保持著一些 相對年輕一些 或者下去 吸引一些年輕一些 入黨 這次下去 會不會有相當大的困難 我預期可能會差一點點 比之前可能會差一點點 但我又覺得 未去對一種很震撼性的影響 例如現在我們說 留下的人 即使遲了即都留在區裡的人 我相信是佔了我們離開的人 大部份 所以這裏的人 會繼續存留在社區裏面 亦會跟居民、街坊 不論是連結都好 都會繼續接觸 但我想整個政治生態 整個政治氣候 還有多少人想進來從政 其實這可能影響會更大 我想我當日從政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覺得這個社會 有很多問題 是應該要重留一些方法去解決 我相信自己的理念 是應該可以對社會更好 然後我覺得從政是我的選擇 就是我希望可以在制度上 在整個結構上去改變某些事情 但現在大家擺放不可能 即使你是建制派也好 你說你加入民建聯也好 其實你都沒有辦法改變到整個結構 最後就是中央政府 基本上就已經幫你去想好了 然後我們的特首其實就是 配合中央政府的工作 現在的情況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於年輕人 覺得自己要一展抱負 要去從政 要去改善香港 要去為香港付出 我覺得這個影響是更加大 即是你說是不是區議員 我們有多少人 這個暫時未見到的影響 他之後可能會再改區議會條例 然後改區議會的選舉辦法 又不知如何增加很多不同的門檻 那個影響可能是到時他改的時間 就會再見到多一層 但我覺得整體對於香港的人來說 現在你要去想 為何他還要去從政呢 他未入行的人 他會想的時間就會有疑惑 過去一段放出來說 有得玩的所謂忠誠反對派 但是看過去幾個月很多的變化 其實都可能反對 即一反對 你無論是甚麼忠誠 都可能不能做 只能夠是外國 這樣的話 可能就像內地那些 你繞政黨就是花瓶而已 你的選擇可能就是 要不就是執政黨 要不就是 父母的執政黨 或者變成維權人士 香港會不會變成這樣 我希望不好 但是 這麼大個前居在前面的時間 你有一個期望 有一個預計 其實是很合理正常的 但我自己不希望會發展到這樣 但是對我來說 就是民主黨 你叫我們做甚麼都好 你叫忠誠反對派 你叫甚麼都好 其實我完全不在意 你怎樣代表我 或者他怎樣代表我 我完全不在意 對我來說 就是民主黨 我們是要繼續堅持 我們相信的那套價值 就是 我們很相信一個民主 人權自由 法治開放公平的香港 對於香港是最好的 對於香港的未來也是最好的 對於香港的人也是最好的 甚至乎對國家也是最好的 這是我們一路所堅信的那些價值 所以我們會繼續堅持持守這個價值 我們會努力去推動這些價值 你覺得這件事就是不忠誠的話 那就是你怎樣代表我的問題 我是不會理會你的 那你可以不讓我參選 你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去打壓我 去嘗試令到我沒有辦法 繼續去講我要講的事情 但是在我可以講到的時間 我都會繼續去講這些理念 正如剛才說的林鄭 她無端端自己說自己是會走數 不會搞這個防止規讀條例 或者那三個保安高官 那些其他司局長出來 在互航互短 這些我們一定會繼續講 因為我們很相信這個連結 是很基本 一個政府應該要做到的事 而你都做不到的時間 那我們就要講 你的選舉制度 是令到大家參與的空間小了 是對大家參選的公平差了 那我們就要照講 我覺得我可以做的就是這樣 將來究竟她會不會再加強些 對我們的一些不同的方式 去減少我們的活動空間 可能會都未定 但是到時才再算 有很多地方 民主化過程 一些反對派都可能要付出自由的代價 這次也看到香港開始出現 往後一些你也好 或者從政也好 其實都是否要接受一個這樣的心理準備 可能從政就是要付出或者可能會犧牲一些個人的自由 我相信是的 起碼我自己在這一兩年其實都已經有心理準備 隨時可能會坐牢 隨時可能會陪阿婷和阿雲 但是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有犧牲的 整個香港2019年開始到現在 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犧牲 我亦都不會覺得 我一定是安全一些 或者我應該要付出少一些 所以這一種心理準備我自己是已經有 我亦都知道 可能我們的不少區員都知道有這樣的風險 當然在我黨裏面可能我的風險是比較大一些 但是這樣都要做的 我總是有人說的 我經常都會覺得 如果我講的這些事情 我自問我這半年 其實做主席之後 其實都講得十分保守溫和 很有哲有理 基本上我已經把那些情感的說話 我會盡量壓到最低 平鋪席序 不要太多情感語言 以免講一下講一下 越講越生氣 如果我來講這些 很平鋪席序 反對的意見 不同的意見 或者我對一國兩制的理解 和你對一國兩制的理解 我用那套來挑戰你那套一國兩制的理解 這樣都不行 要抓去坐牢的話 那我就唯有應命 同一時間 大家又看了一條 Benchmark 這條線是會拘捕你的 大家下次小心點 那我就只能成為 Benchmark 其中一部分 我覺得我已經是一個 這樣的心態 當然我不會故意 特地去說什麼去挑戰這些底線 我沒有這種想法 或者意圖 但是要說的話 我就會照說 如果有一天說說 中招 那就是中招 最後問一個問題 你始終在一個區域 對著萬多個選民 都超過十年 當決定要辭職 辭職之後 現在的心情會如何 我覺得我 我可能算是 在辭職的區域 可能算是比較調適得好 我沒有什麼不捨得的 正如我剛才說的 我辭職之前 其實我已經立定心志 無論如何 我都會繼續在一個區域 死摸難摸 死摸難摸 所以我自己是 在我辭職的時候 我基本上跟街坊說 雖然我辭職 你不要以為之後見不到我 我會繼續在大家面前出現 所以我沒有那種 很不捨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當然 對於街坊朋友 他們在我辭職之後 對我們的鼓勵支持 或者有些朋友 會分享一些 他們記得我幫過的小故事 有些可能我都不記得 或者對我來說 可能不是一些很重要的 原來對他來說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這些分享 你會覺得 我過去這十幾年的工作 對於人是有影響的 對於人的生命 可能是幫助他在生命 某一個階段的時間 他很困難的時候 我的出現 原來是改變到他一些部分 令到他生命有些向好 那方面 我覺得這些是令到 我這十幾年的工作 都很值得的 自己那一下是有點感動 欣慰 好 今天很感謝羅健喜上來 跟我們說了他的一些故事 和黨 現在整個香港的一些情況 我相信 希望可以過一段時間 再找羅健喜上來跟我們聊天 好 今天節目到這裡 拜拜